一简介 1.手绘建模APP是一个运行于安卓平板上的三维CAD建模APP 它基于OpenCascade这个开源的三维几何内核开发 为了达到最好的体验 需要给平板配一个触摸笔 一般的电容笔就可以 没有触摸笔的话 需要通过设置页面修改点击位置和实际位置的偏移值 方便操作 2.手绘建模 APP不是一个参数化建模软件 它更像Ryno软件 按照点、线、面、体来划分建模工具 如果有AutoCAD、犀牛之类的建模软件使用经验的话 会比较容易上手 3.如果想要知道某些按钮对应的功能 可以长按这个按钮 弹出提示信息 也可以通过QQ或者邮箱或者视频下方留言联系开发者 如果有意见和建议 也可以通过QQ或者邮箱或者视频下方留言联系开发者 开发者的QQ是1493-240895 邮箱是dshwshnkatsina.cn 2.顶部常用工具栏 一包括撤销、重做、删除、复制、变换、保存、草图、主页、库、资源、更多、全屏、退出等常用的按钮 2.撤销、撤销一部操作 3.重做、重做一部操作 4.删除、删除选中的一个或多个模型 5.复制、复制选中的一个或多个模型 并粘贴到原来的位置 6.变换、选中一个或多个模型 点击变换按钮 进入全局变换模式 移动场景中的移动、旋转、缩放操作感 移动、旋转、缩放一个或多个模型 再次点击变换按钮 进入局部变换模式 按照选中的模型的局部坐标系 移动、旋转、缩放一个或多个模型 7.保存、保存模型文件 建模过程中可重复点击保存按钮 防止APP不正常退出时 造成文件丢失或损坏 8.草图、进入和退出草图模式 9.主页、打开主页 打开主页后可以保存模型文件 保存图片、分享模型等 10.库、打开模型库 模型库按照网格方式列出所有的模型 根据最后一次保存模型文件时 样子显示模型 显示模型其他信息 可以进行其他和模型相关操作 11.资源按钮 打开和关闭左侧资源工具栏 资源工具栏一段时间没有使用时 自动关闭 12.更多按钮 打开二级工具栏 二级工具栏包含 导入、导出、演示板、材质编辑器、 样式编辑器、动画编辑器、信息、竖屏 13.导入、导入通用的CAD格式文件 包括Step-Igis 也包括常见网格模型文件 包括STL、Object、X3D 导入后会丢失原来的颜色、材质、贴图数据 14.导出、导出通用的CAD格式文件 包括Step-Igis 也包括常见网格模型文件 包括STL、Object、X3D 导出后也会丢失原来的颜色、材质、贴图数据 15.演示板 演示板是一个浮动的小窗口 在演示板中打开模型圆形图片或者一个教程网页 再不切换到其他窗口情况下 通过演示板上的信息就能知道接下来怎么该怎么操作 16.材质编辑器 材质编辑器可以通过按照需要修改材质参数 生成多种材质并添加到材质库 17.样式编辑器 样式编辑器可以通过按照需要修改四种基本样式的参数 生成多种样式并添加到样式库 18.动画编辑器 动画编辑器可以给选择的模型添加移动 缩放 旋转三种关键真动画 19.信息信息页面显示分析工具栏中测量信息 模型信息 文件信息等 20.竖屏切换成竖屏显示 21.全屏 隐藏所有UI 只显示场景中物体 22.退出退出APP 三左侧资源工具栏 1.模型列表选择 删除 复制模型 选择不同类型的模型 打开对应的模型编辑器 修改模型参数 包括模型的渲染参数和几何参数 2.图层列表选择 删除 复制图层 打开图层编辑器 修改图层渲染参数 3.灯光列表选择 删除 复制灯光 打开灯光编辑器 修改灯光渲染参数 4.相机列表选择 删除 复制相机 打开相机编辑器 修改相机参数 5.颜色酷 从颜色环 RGB颜色 HLS颜色 国风颜色酷 FIVE颜色酷中 给选中模型指定颜色 6.材质酷 从材质酷中 给选中模型指定材质 7.贴图酷 从贴图酷中 给选中模型指定贴图 8.样式酷 从样式酷中 给选中模型指定样式 4.右侧建模工具栏 一实体创建立方体 球体 圆柱体 圆锥体等 常见的三维模型 2.草图创建直线 圆 圆弧 平面 样条曲线等 常见的二维模型 3.布尔 选择两个或多个模型 进行布尔并 胶 拆 香胶 得到新的模型 4.放样包含拉伸 旋转 放样 扫掠 界面扫掠等建模工具 5.新建模型 包含多个建模工具 这些建模工具 一般是根据已有模型 创建新的模型 例如偏移模型 加厚模型 圆周阵列 切线 投音等 6.编辑模型 包含多个建模工具 这些建模工具 一般是在已有模型上 针对模型上的点 编 面 体添加细节 例如顶点切割 倒角 拉伸面 追度面 插入面 画分面等 7.扩展模型 包含多个建模工具 相对于上述两个里的建模工具 这里的建模工具 能够生成类型 更加丰富的曲线 曲面 实体模型 例如过度曲线 过度曲面 网格曲面 修剪曲面 N边面等 8.样条曲面 包含多个和样条曲面相关的建模工具 主要是用来处理样条曲线和样条曲面 也包括三个转换工具 例如实体转成曲面 曲面转成样条曲面 重建曲线 重建曲面 覆盖曲面等 9.几何变换相对于顶部工具栏的几何变换 这里的移动 旋转 缩放可以指定变换基点和其他参数 变换更加灵活 10.坐标系通过移动 旋转 选择Oxy轴 选择模型创建自定义坐标系 11.分析包含多种分析工具 包括测量工具 标注工具 注视工具 信息查询 曲线曲面分析工具等 12.灯光和相机 在场景中中添加四种类型光源 添加相机保存视角 13.动画 动画控制器 播放 停止简单动画 5.快捷按钮 一场景中的圆盘快捷键包含全选 反选 隐藏 取消隐藏 旋转 水平旋转 孤立模式 2.全选 选择场景中所有可见的模型 3.反选选中场景中可见但没有选中的模型 取消选择当前选中的模型 4.隐藏隐藏选中的模型 5.取消隐藏 显示所有隐藏的模型 6.旋转 单指旋转场景 7.水平旋转 单指水平旋转场景 8.孤立模式 只显示选中的模型 隐藏场景中其他没有选中的模型 6.右上角设置 一点击右上角 打开设置页面 依设置是否显示网格线 中轴线 视角立方体 参考图 默认灯光等 2.设置背景颜色 3.设置参考图 7.操作 1.单指移动 A.根据快捷按钮设置的单指操作模式不同 实现功能不同 B.选择了旋转场景 如果起始点所在位置有面 则以这个面的中心为中心点 单指旋转场景 否则以当前视角中心点为中心 单指旋转场景 这也是APP启动后初始选择 C.选择了水平旋转场景 如果起始点所在位置有面 则以这个面的中心为中心点 单指旋转场景 否则以当前视角中心点为中心 单指旋转场景 2.单指双击 A.正在编辑样条曲线 退出样条曲线控制点 或拟合点位置编辑 B.正在编辑样条曲面 退出样条曲面控制点 或任意位置编辑 C.正在交互式几何变换 退出几何变换 D.全屏时 退出全屏 A.双击地方没有模型 取消选中的模型 B.双击地方有模型 并且是双击位置是平面 修改场景视角 按照双击位置的平面 创建新的坐标系 坐标系原点为 双击位置平面的中心位置 C.双击右上角是角立方体位置 无论是角立方体是否打开 如果选中了模型 则最大化显示选中的模型 如果没有选中模型 最大化显示场景中所有可见模型 3.单指长按 A.选中单个模型时 打开对应的模型编辑器 B.选中多个模型时 打开公共模型编辑器 C.没有选中模型时 长按后场景中出现十字光标 显示当前位置 4.单指长按后移动 移动十字光标 实现框选功能 5.双指并拢 同时移动 移动场景 6.双指缓慢张开 放大场景 7.双指缓慢合并 缩小场景 7.双指缓慢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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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